片段中見到 補釣船啟豐2號 西近釣魚台海域時 已經受到日本海上保安艇的艦艇阻撓 之後還追上來從兩旁夾擊 船上就有補釣人士向艦艇釘石頭橫擊 補釣人士帶著五星旗唱著國歌搶灘燈島 但是有三十多名分成小組的日本警方 一早已經在島上部署好 有補釣人士試圖走上更高的位置 馬上被日本警方追捕按壓在地上 另外有海上保安艇的人員登上啟豐2號 將其餘的船員押回沖繩 香港歡頻電視記者周翠同報道